那個校園唱會 欸 我真的要成...我想要很好奇一件事情 說什麼把你褲子撕破了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啊 什麼叫把你褲子撕破了 我昨天有叫我去那一場 大家都嗨了 我自己嗨到我自己也沒有發現 褲子破掉 剩內褲 不是啦 還好沒有到那個程度啊 但是因為我一度想要就是 還好我沒有嗨到過度 因為其實嗨到過度我會無法... 就是你的內褲 不是啦 就是就破出去了 我很想跳到那個觀眾裡 跳到裡面 把它當游泳池一樣 唱爽開懷是不是 以前有啊 我追搖滾樂隊的時候在裡面 很過癮 但是當你知道 不管是很多小護士在下面啊 甚至聽說什麼有很多畢業的小護士 是特地回到學校去看你的啊 還把你褲子抓破了 你以為小護士他們的手音很... 就是很溫柔啊 沒有沒有 你現在還爆料是不是 欸 這護士不是嗎 欸你現在是爆料 而且小護士聽到會聲 但是他們很熱情 非常熱情 讓我嚇到 不過現在是你首次參加校園演唱會 那感覺也是非常的很好 很過癮對不對 下次有機會多多去校園 你會跟很多同學見面啊 一定會 這裡是大概我第一... 應該是第二次吧 因為第一次是以前 就是有20的時候 現在是個人的說 那個壓力會比較大 對對對 你看啦 這個演戲啊 成績非常的好啊 然後呢前進校園 這個大家又很喜歡你啊 對不對 所以之後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這個演藝 演藝的表現 對不對 不一樣的成績 不一樣的成績 然後會跟趕快這個 跟哥民朋友一起來分享 對不對